他是个亿万富豪,却没有钱买鞋穿,他来到自己公司,前台不仅不认识他,还把他当成乞丐赶了出去,在自己地盘受欺负,这谁能忍,他越想越气,于是他转身又进入公司,想问清楚怎么回事,谁知保安立刻把他拦下,这次他没有忍,两三下就把保安打倒,其中一个保安不止死活,硬要往上冲,好在男人手下留情,没有打他,而是用铁棍挡住玻璃门,把保安锁在了门外,接着富豪匆忙走进电梯,很快他来到顶层,可没想到, 自己的总裁办公室坐着一个陌生人,此时一个女人也走了进来,不过富豪很快就认出这兄妹俩,他们正是自己小时候的玩伴,马克和安娜,富豪说他是阿强,安娜却一脸惊讶,这不可能,阿强早在15年前就死了,可阿强不管怎么解释,兄妹俩都不相信,并且还认为阿强是个脑子有病的乞丐,阿强也不再废话,说要找他们父亲谈,可安娜说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了,说完保安就拿枪冲进了办公室,阿强见状只好认怂,随后他就被保安, 带了出去,而此时,安娜感觉这个乞丐似乎真的有点像阿强,可哥哥却一口否认,电梯里阿强气得浑身发抖,兄妹俩不但霸占了她的公司,竟然还把她当成乞丐赶了出来,她发誓一定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,原来15年前,阿强和父母乘坐飞机旅游,可没想到,飞机发生故障,父母不幸双亡,万幸的是,阿强活了下来,并且还被两名高僧救下,阿强得到了高僧的真传,练就了一门江湖上失传已久的拳法, 被赶出来的阿强来到自己家门口,他在门框上摸到钥匙,可当他开锁时,却发现门锁已经被换掉,没办法,他只好施展出轻弓,轻松跳到二楼的阳台,他打开窗户进到屋内,眼前的一切让他感到陌生,直到阿强看到兄妹俩的照片,他这才明白,原来自己的房子也被他们霸占,晚上,阿强再次找到马克,他钻进马克车里,并表示自己没有恶意,只是想和他谈谈,马克担心车被抢,赶紧坐上副驾,车里,马克掏出手枪, 威胁阿强下车,阿强瞬间把枪抢了过来,顶住马克的头,马克怂了,随后,阿强为了证明自己,说出了很多他和马克小时候的事,但马克却不承认,还说休想在我这儿拿走义分钱,阿强一气之下,将油门踩到三百麦,准备和马克同归于尽,马克吓傻了, 最后,阿强还是踩下刹车,恢复了理智,他不想伤害马克,他刚要下车离开,却被马克一把拽住,马克对他说,这事没完,说完,阿强就迅速跑掉,第二天,阿强在街上练功,他闭上双眼,张开双手,突然,他想到一个完美的复仇计划